什么原因会造成听力损失? 听力损失指听觉系统损伤造成的听育值提高现象, 可疑发生的时间分为先天性和后天性。 先天性听力损失发生在出生时或出生后不久,原因有 1. 基因变异 2. 环境因素 3. 不明原因 其中基因变异造成的听力损失大约占一半以上, 环境因素和其他不明原因大约各占四分之一。 后天性听力损失通常在习雨后,甚至成年,老年时才发生, 常见于儿童的后天性听力损失包括晚发的遗传性听损、 病毒和细菌感染、使用耳毒性药物、头部创伤、 反复的中耳积水等。 新生儿听力损失的发生率很高吗? 根据统计,每一千名新生儿约2-3未有重度以上的听力损失。 若加上轻度和单侧听损, 则每一千名新生儿有高达7-8未有听力损失。